当播篮球快讯NBA季后赛西岸次轮 胡仁和勇士的G4将在星期二早早开打 直播届时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胡仁继续主场出战 以以表现抢眼的基里汤迅迷失落惨基 而且还贡献了个人季后赛生涯最多的六次失误 成为勇士输球的罪人之一 反观安东尼·戴维斯在回到主场后大杀四方 而且还成为胡仁队史第三人 何况勇士今季作客表现麻麻 继续主场出战的胡仁力球再下一成 G2只得11分同7个篮板 进将的安东尼·戴维斯在G3回到主场后 重拾状态 最终交出25分 13个篮板 三次助攻 三次偷波和四次封了的成绩单 并成为了胡仁队史第三位单个季后赛 多次单场至少拿到25分 10个篮板 四次封了的球员 另一核心的勒邦占士虽然首节得分挂零 但之后三节火力全开 得到了21分 8个篮板 8次助攻的全面数据 而且无失误 无犯规 老实说 胡仁和勇士的这轮系列赛有点诡异 明明两队的实力非常接近 但过去两场比赛都在前三节结束后 就基本失去元念 G2勇士赢27分 G3就是胡仁赢30分 元念难以维持到最后一刻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当自一至二的战果来推断 胡仁之四将会以输波收场 但不一样的现在主场作战 而头四个季后赛主场胡仁都取得胜利 其中最近的两个主场 分别大姓灰虹40分 大姓勇士30分 这次自四 胡仁世汉为主场荣誉 史提夫卡以G3派出同志 以完全一致的正选 毫无疑问 勇士想要再现意义的发挥 以不辨认万辨 但是事与愿违 G2之所以能赢得敢轻松 同手感爆炸的基利汤迅 有著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到了左之三 基利汤迅完全失去了方向 除了首折的进攻端 基利汤迅其余时间的赛场表现 堪称灾难 防守端多次被疑 罗素利用速率单吃 又曾经被利为事压两次犯规 进攻端就是打得不合理 一系就是全球不合理 一系就是全球失误 六次失误都是基利汤迅个人的 季后赛失误身高 当然 基利汤迅的糟糕表现 只是勇士全队糟糕表现的一个缩影 G3勇士全队有19次失误 被胡人利用失误得到27分 而G2在限制安东尼大维斯 颇具心得的特雷蒙格连以3又早早陷入犯规危机 内线无法匹配 勇士最终自然没有逃过输球的命运 再鑑于勇士比较差的客场表现 和常规赛对战胡人输多赢少 这次G4勇士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 前锋依古古武达拿同后卫赖恩罗莲斯因伤倦勤 想隨時隨地看NBA?等什麼?立即下個M直播吧!